打球不乐出去 装差不乐出去 我是你的教练杨诚大神 关于这个抢球的问题啊 我跟你们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刚刚抢球对吧 刚刚抢球都很简单 有几个会发生的事情 对吧 两个来这里 对吧 球打这里 前后站 就这个球的这两边的球 这个人借完了 对不对 这个人反应 这个人应该去哪里 过来 对吧 好 你们都这样的 这个人过去打这个球 这个人在这里看 就往前 这个人过来 这个人应该第一时间过来 他这个为什么不过来啊 是因为这个球 他一过来 对吧 这个人以为他接不到 也跟得起过来 然后这个球 如果被后面那个接了 这个人应该第一时间跑到这里来 如果这个球被前面接了 这个人应该第一时间跑到这里来 你们现在就两个人抢这个球之后 抢完之后 另外一个没球人根本就不动 懂什么意思没 就是来 你站这里来 你站过去呗 站那 球打这里了 对不对 好 我去打第一个这个球 那么他是不是应该过去 这个人就不动 好 还有种情况就是他过去 来 你过去打 你打 我以为我要不过来 对不对 他一打完 我以为马上过来 不爱动 中间这个球打完之后 另外一个人应该立刻的补在另外一边 懂不懂 立刻马上 不要迟疑 这个球 两个人一站 我如果往后一打 这个人来杀球 这个人第一时间要顶到王口了 太慢了这个 这个人过来 就补王口这个 你不顶王口 他一杀 人家一挡这边 他一杀一挡这边 你不就没了呀 你顶到这边来 前后一分工 里面都有机会 机会 所以这个人应该顶得快 这种情况还有什么情况 对方是不会发球啊 对方发球 好 你们两个接发球 对吧 他发球 哎 发个后场 这个人是跑后面接后场 你这个人也要第一时间顶到这里了 要把往前顶死 你往前不顶死 你双带永远没机会机会 然后还有一个 我刚才想放了防守 所以对方杀球 我们来防守 对吧 对方他怎么会杀对角呢 对方杀对角很危险呢 对方如果以这样的面积来杀对角 他的进攻区域 他肯定 主要的是杀这一块 中间 如果杀对角 这个人手一伸 直线打过来 这里谁接 这两个人都被动 对吧 所以你们防守的时候 扇形炸好 直线的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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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角就完了吗 对不对 进攻的时候 对 这直线往实力打吧 为什么 因为你们在进攻嘛 对不对 你们在进攻 你们两个要通过以后场的进攻 前场的杀球 前场的凤枉 慢慢的把对方蚕食 弄死 你们有很多人非常不好喜欢 就你们杀球太用力了 要记住啊 我们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 好吧 不要老是太 就是自己觉得啊 我是这个场上最屌的人 我要弄死别人 你弄不死的 双打你碰到地 还是你弄不死 你只有通过 你在后场进攻 对吧 我怎么服务 往前搭档呢 就是我后面的杀球 都去为你的往前搭档考虑一下 你是为了能够让你往前搭档封网得分 所以说你做了后场杀球 而不是你在MVP 你后场定地板 你定不了去个地方 懂不懂 你在往前搭档 你想的不是要弄死别人 对吧 你想的是我怎么能够服务我的搭档 让他能够进攻进攻的爽一点 只要抱着这样的心态 他才能够搭双打 好吧 先就随便聊一聊 因为每次都需要聊一下这个东西